你不是第一个进来 可能你不是第一个进来 但是当你觉得你是第一个进来的时候 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 他们已经早早准备 做那个花给你了 在他们还没有开门之前 其实他们已经进来打扫了 所以当你走进来 你觉得你是第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错误了 所以这个事件的法也是这样的 当你觉得你看到那个东西 是第一个看到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是第一个看到 对吗 有些人很早就出生了 他们生来也是很早的 不过这是他们醒悟的那个境界 是还没有达到那个应该达到的那个境界 有些人是来赏花 有些人是来作花 有些人是种花的 也有一些人他是来采花的 所以在这个花园里面 不一样的人 有些人只是来研究花 这样 所以有不一样不一样的人 在这个事件的花园里面 这个是事件法 但是假如没有事件法的影射 你可能能够看到 出事件无射法吗 这个只是一个意味 这个只是一个意味 这个假花园 我看他已经有 算几百万 可能上千万的人来了 但是他这个只是一个假花园 这个只是一个假花园 但是世界人还是很喜欢来看 因为他 集集的 不同种类的花种 这个就是事件法 这个就是事件法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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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